你抽了英智雯啊 昌帝君英智雯 不愧是我們家的貓 連今天都會抽 咪咯 大家好 歡迎來到喵戴莉塔羅占卜頻道 我是喵戴莉 今天的占卜主題是 未來一到三個月關係會有什麼變化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喔 那今天的選項是我們推出的 戀愛心理神譽卡 感興趣的大家可以在我們的官網 mailg.com購買 選購我們有非常多自己出版的牌卡 自己原創的牌卡喔 那第一個選項 從左往右 123 選不出來大家可以按照下面的牌背 第一個選項是 gracys greener 代表兩個人才剛認識喔 然後兩個人都有點猶豫的一個狀態 還需要再多花一點時間 更了解彼此的一個階段 這是第一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是 就是total connection 哪個人之間有一種很強烈的 心有靈犀的感覺 很像初衛的靈魂伴侶 或是雙生火焰 twin flames 好這是第二個選項 就是你可以在對方展現 真實的真實的想法 或是真實的內心世界 彼此都 不用害怕做自己 這是第二個選項 有種很契合的感覺 心靈契合 第三個選項是living space 兩個人都在 各自給彼此留出空間 時間思考的一個階段 很像斷連的狀態喔 那這是第三個選項 或者指的是你或對方 仍然需要時間療癒 好這三張牌 三個選項 代表不同的一個 感覺 或者說關係的能量狀態 那可以憑直覺做選擇 我們很快就開始今天的占補 大家請對應看看你聽到所有內容是否符合自己的狀況 如果完全都不符合請參考第2組或第三組的解拍 先來對應一下你們現在的一個關係狀態為何 今天用的牌卡都是我們自己做的牌卡 感興趣大家可以在我們的官網上選購 好首先是我們的雷諾曼牌 看起來第1組大家你們跟信所想對象現在是沒有在互動的狀態喔 感覺之前可能有思緒 就私底下有聊天聊到非常親密的狀態 簡直就像家人一樣 但最近就完全沒有溝通或是沒有互動 或是因為家裡的一些事情而沒有互動 兩種解釋喔 偏像是指之前很熱烏 最近都沒有聯絡 但最近會破冰 看起來會有一方主動的來示好或友善的互動 看起來是對方喔 我們只有對方的牌裡面有看到 如果說你們斷連了的話 感覺上兩個人真的需要聊一聊 兩個人之間關係最大的阻礙是 其中一方可能有被劈腿或是被欺騙過 所以在關係中很難去信任他人 可能是你可能是對方 好那現在的一個關係狀態是 有一方喜歡用冷暴力耶 或是說用一種間接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 passive aggressive 譬如說我對你不滿 然後我不直接講我就直接搞消失這樣 可能是第一組 大概可能是對方喔 兩個人可能互相再用冷暴力 看誰可以更暴力一點 或是誰可以更冷一點 或是其中一方的情緒會到一個很很強烈的地步 然後認為沒有人可以幫助自己 或是說沒有解決辦法 可能是你可能是對方 看起來關係中有個非常固執的人 可能拒絕一切喔 就是不要就算了這樣 那就算了 當作沒認識過 可能關係中有這樣一個人 是關係很大的阻礙或造成這樣狀態的原因 你可以對應看看有沒有符合 好偏向是指第一組的大家你們 你們可能很容易很快的放棄 或是你的不滿會透過搞消失來表達 只能這樣講 並不是說你一定就是恐怖情人 可能你的情緒你會認為沒有人可以懂你 或是什麼你就乾脆隱藏起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請趕快尋求協助 或想想自己是不是有一點可怕 就是冷暴力 可以觀察一下 可能是你可能是對方 也許是對方 如果是對方的話 觀察一下他是不是一個有點可怕的人喔 好 那如果有符合的話 我們接著看下去喔 你們現在的一個狀態之後會怎麼發展呢 看起來第一組的大家 你們在這個關係之中 好像是不想要主動聯絡耶 這是你的一個心情喔 就是你不想要主動的有什麼行動了 可能之前很輕鬆很輕鬆的互動 然後你覺得見好就收或是 雖然你想要繼續互動 但你不想要自己主動 或你不想要自己有所行動 所以你算是覺得結束就結束 結束也好 繼續互動也好 反正不是我主動啦 就這樣的心情 那你對對方有強烈的 他對你來說有強烈的性感魅力 這是你的一個心情 心態 好 那對方的心態是 他沒有遇過這種類型的對象耶 就是覺得 哇好不一樣喔 跟我過往交過的女朋友或男朋友 所以他覺得 好像很難去從以前的經驗來 去判斷說怎麼可以避開危險 然後他有點怕敞開內心 敞開心胸去愛 或是嘗試 對方那個態度是覺得 他真的非常依賴你 或他感覺到這個關係有點互相依賴 就是不太確定到底是真的愛呢 還是說互相依賴 可能你們曾經每天聯絡 或是彼此 一起常常出去約吃飯啊 還是幹嘛 所以互相習慣 有彼此在生活中 不確定這種到底是習慣還是真愛 所以 對方內心有很多的衝突 但他不想要繼續冷戰 或繼續 你們現在這個狀態 沒有任何進展停滯的狀態 看起來順其自然就是白爛喔 他慢慢意識到這一點了 所以看起來他想要有行動 去克服兩個人之間的挑戰 阻礙或是 至少先開始溝通 先打破這個 僵局 這是對方的想法 那你們的關係在未來 一到三個月 感覺上有斷連一陣子了 對 斷連一陣子了 所以 好 我們收一下前面的牌 在未來一到三個月 兩個人都先互相假裝 假裝生活沒有失衡喔 然後想說話卻都不說話 的一個狀態 慢慢慢慢 到完全沒有任何交集 那第一組的大家 你們或對方或兩人都 盡可能會想要維持一個生活的平衡或 忙碌的狀態 讓自己不要想太多 但心裡非常火大 一方非常火大 一方覺得心灰意冷 就是在一種各自 各自應撐下去的狀態中 這是未來一個月 左右的時間 那在未來一到三個月 我等一下可以抽時間點 我看起來終於會有一方 受不了這種狀態 而 想清楚這關係是自己要的 或是 希望可以維持 哪怕是朋友也好 我希望 可以繼續在彼此的生活中 存在喔 就希望這關係可以繼續 發展下去 所以看起來會有一方 丟出訊息 可能是你 可能是對方 偏向是指對方 因為對方的態度 比較積極 或比較想說話 好 好 那 我們來看看 後面的牌 所以看起來未來一到三個月 你們可能會先恢復聯絡 會有一個好的溝通 或者請盡可能 友善的態度 開放的態度 面對溝通 至少不會繼續這個 無聲的戰爭 好 那 這關係有什麼樣子的阻礙呢 阻礙就是 關係中有一個 不想解決問題的人 或者說 就是 對觀是很悲觀的人 偏向是指地主 大家 你們有一點半放棄狀態了 那 對方的一個態度是 他覺得 他是一個很在意金錢的人 或者 兩個人之間各自工作都很忙 各自都非常在意自己的財務狀況啊 什麼 這個是生活的重心 所以 如果男生的話 則是男生特別在意喔 那對於關係 會很擔心 這是不是一個短暫戀愛 或兩個人都不想要談短暫戀愛 而 不敢任何行動 怕關係搞砸 或是 怕自己受傷 那其實這種關係 很有可能是 命中注定的戀愛 或 以結婚為前提發展 所以 其實 不用那麼悲觀 仍然可以 放輕鬆 敞開心胸去相處 他看起來第一族 大家你們的一個態度是 你們 你們想隱藏自己的內心想法 內心世界 也許你會覺得自己 說 說了很多的話 或做了很多的 行為好像有傷到對方 那 那你不想要 繼續這樣疏遠 可是 可是你也不想要主動 看起來你不想要主動的溝通或 你心裡有點生氣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那給你的建議是 既然你沒有辦法 說出來 或者 你已經說得夠多了 然後你覺得沒有看到對方有聽進去還是什麼 的話 其實你可以再 給彼此一點時間 不用立刻 處理這件事 不用 去 決定 也許 應該先等 方向清楚了之後再說 我給你的建議是這個 以及可以先 交一些新朋友 或者想想自己喜歡做什麼事情 專注在自己身上 把能量放回自己身上 把你的力量放回自己身上 看起來地主大家正在做這件事 專注在自己的生活 熱愛自己的一切 愛自己 交朋友 那 確認兩個人對關係有一樣的期待 也許是接下來下一個階段會發生的事情 那 可以想想自己期待的關係是怎樣的 然後你認為平衡的關係是怎樣的 你對於未來的目標是什麼 以及 可以接下來聊一聊對方對於未來的目標是什麼 然後什麼是你沒有辦法妥協的 對你來說不忠的界限是什麼 其實都可以想想自己在關係中要的是什麼 在這段時間 大家各自思考 在溝通的時候就可以來聊這些 除此之外 也需要注意自己的期待是不是過高 或者 也許你們還在一個剛剛慢慢認識發展階段 放慢腳步是好的 那 這個對象很有可能是真愛 所以 當然這是一個大眾占卜 大家還是可以在多方參考看看 或自己觀察看看 對方是不是一個好的人 那 也許你們未來可以一起度過難關 然後你可以在關係中做真實的自己 對方可以看到你的光芒 然後讓你想要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讓你更有自信更安全 更有安全感等等 這些都是對的人的一個跡象 他可以看到你的光芒 然後你因為他有受到一些正面影響 不知不覺想要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 或者 那不是說被他改變 而是 讓你想要提升 讓你看到生活的希望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看 對方對於第一組 大家有什麼想法 說不出口真心話 順便來看看 Taking action planning something practical 我接下來會有行動 或我正在行動中 正在計畫一些很務實的實質的東西 實質的承諾 或者說實質的一些方案 I will take action soon Please believe in me 我很快會有行動 很快 請相信我 要說兩次喔 很快會有行動 Please wait for me 請再等一等喔 等我 請等我 You woke up my feminine side and I'm feeling very romantic 你喚醒了我內在 女性的能量 不管對方是男生還是女生喔 You inspire me to listen to love songs to write to paint and to create 你讓我想要聽情歌 讓我想要寫作畫畫或是創作 你喚醒了對方內心創造力的一面喔 I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intense emotions so I walk away and try to distract myself with other things 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那種很強烈的情緒或情感 所以我就會走開 然後做一些別的事情來轉移注意力 特別是那種有強烈的喜歡或者生氣 還是什麼樣子的情緒就會想要走開 然後 讓自己不要太喜歡或是太生氣 Maybe we are not meant for each other 也許我們並不是命中注定的一對嗎 我說也許我們並不適合 Please give me a second chance 但是我還是希望有第二次機會 Letting go of toxic situations and people 我正在放開一些有毒的狀況跟人 人事物 Ready to put the past behind 我已經準備好要把所有過去都拋開了 Too much pressure 覺得談戀愛有太多壓力 或工作有很大的壓力 Am I good and not for you? 對你來說我是一個好的對象嗎? 我夠好嗎?我配得上你嗎? Since I met you I started receiving creative ideas to start new projects and I can't wait to share with you 自從遇到你我就開始有各種各樣創意的點子 然後想要開始新的規劃、項目、事業 我等不及想要跟你分享這一切 I never expected to fall in love 我從來沒有想過我會這樣子陷入戀愛 或我會愛上你 好 這就是可以選到第一組大家 你今天的解拍 結論就是 沒有機會朝朝遠的方向發展 然後 對方看起來會先來找你喔 那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放慢腳步 不用太快做決定 能量專注在開心的事物 交一交新朋友等等 想想自己在關係中要什麼 那這就是給你今天的解拍 如果可以的話請幫我訂閱按讚 那也感謝第一組大家耐心觀看 非常感謝所有已經訂閱按讚大家 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如果你有任何願望 想要嘗試看看念經許願的方式的話 我們選的是心經 你可以每天念心經 特別是你心煩意亂的時候 或者想東想西 想不出一個結論 你就可以念心經 然後回向法界很重要 回向所有三惡道眾生等等 那簡單就一句我回向法界 也可以回向給自己的歷代祖先 或者你現在遇到的任何狀況 然後在經過這樣大回向之後 許願的力量很大 可以許願祈求 這樣子的狀況可以獲得圓滿的解決跟安排 或是遇到證源 還是說工作愛情學業順利 考試面試通過等等 那就祝福選到第一組大家 希望你們一切順心 健康平安 幸小事成 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忘記講了 第一組的大家 你們跟對方之間 再多久會有聯絡呢 看起來是對方聯絡你喔 大概在未來八天到八周 也就是未來八天到差不多兩個月左右的時間 你們可能會恢復聯絡 或者關係有所突破 那就恭喜選到第一組的大家囉 如果大家有所有好消息 歡迎大家在留言區來反饋 感謝大家 掰掰 大家請對應看看你聽到的所有內容 如果完全都不符合自己的狀況 請參考第三組或第一組的解排 看起來第二組大家 你們現在跟心裡所想的這個人 你們的關係狀態是 關係中的女生選擇斷聯耶 或是沒有任何的互動了 那感覺上前陣子斷聯或是最近剛斷聯 然後這兩天又有一些小小的互動 小小的互動可能是在公開場合 公司分明的互動 譬如說如果你們是彼此的同事的話 還是說因為工作而認識可能就是 僅僅此而已喔 就是公事而已這樣子 好 或是藉著一些其他的方式 共同朋友還是什麼 有一些間接的互動 群組等等 所以看起來你們現在的一個狀況就是 也沒有很僵或者非常尷尬 然後兩個人感覺上有暗暗的 互相喜歡的感覺 但是有點疏遠 所以可能是剛斷聯一陣子 然後最近有一些小小的互動 好我們來看後面的牌 那 現在的一個狀況 你跟對方各自的想法是什麼 看起來這個關係現在 現在來說最大的一個阻礙跟問題 兩個人都很想念彼此 或對方真的非常想念第二組大家 會因為你而有一些生活方式的改變 或是你會覺得他最近的貼文啊 Facebook還是什麼 讓你覺得他好像在暗示你什麼 或是有做一些變化 就是最近的他有一些變化 或是你會夢到他等等 這都是他想念你的跡象喔 然後在這種關係中 其中一方或兩個人都很害怕受傷 很害怕被分手被拋棄 所以 嗯 有一點想要先離開 可能是你喔 或我可能關係中的女生 那如果兩個人都是女生 只是其中一方先離開的那一方 因為害怕受傷 因為害怕被分手 所以 先拋棄的關係 然後 以免受傷喔 自己先離開這樣 那看起來 呃 是跟第二組大家說 或是 對方喔 每一個人都有每個人 愛人的方式 愛人的方式是不同的 所以 請避免去 呃 催促或者 怎麼樣 好 如果說 是你選擇斷連 然後你希望對方給出一個答案的話 看起來對方還沒有準備好 還要給出答案的樣子 然後可能 可能他 他真的沒有準備好 所以 可能你 仍然需要給這關係多一點的時間 或是 呃 再看看 那 比較近期的一個狀況是 我覺得你們的關係很複雜耶 你可以再對應看看喔 因為公事而認識 有點像辦公室戀情 然後 關係中有一個比較年長的人 或者 呃 其中一方 一直在傾聽這個關係 就是傾聽者的角色 或者比較成熟的地方 他顧慮的事情比較多 可能因為他的工作 或因為兩個人的 狀況 遠距離 還是什麼 而 因為工作 因為遠距離 好 關係很難 有太快的進展 然後兩個人之間有很強烈的 吸引力 可能 對彼此來說是外國人 好 然後 有文化差異等等 你可以對應看看喔 好 這些都是阻礙 或者這些都是吸引人的地方 然後阻礙 OK 那 看起來這個關係 可能 大家都沒有講清楚過 或都沒有拆穿 或者說都沒有說破 到底要怎麼樣 所以感覺上好像是 有點像是網絡戀情 或是什麼 因為公事而認識 或 慢慢演變成一個遠距離的 曖昧狀況 有點像是這樣 那 看起來大家都不清不楚的在溝通 或是 嗯 間接的溝通 那 好 在最近 最近大概一個月內喔 第二組 那你們跟對方會有 更靠近的互動 或是 或是有個答案 會有一些輕鬆的解決辦法 就對於現在這種 如果是斷連 或關係卡在一個 點頭之交的狀態的話 或網絡上的點頭之交的狀態的話 看起來會有一個輕鬆的突破 那不確定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方式去突破 比較像是 像是開一個玩笑 或是 嗯 關係又莫名解除了危機喔 偏向是指 我看看喔 我不太確定是誰跟誰先說話喔 如果說你們現在在斷連 然後都沒有 沒有 私訊 都沒有互相 私下聯絡的話 看起來會有私下的互動 訊息 好 但是這個訊息是 是誰先聯絡誰看不太出來喔 我們現在來看第 二組大家你們會有的行動是什麼 對於這個關係 第二組大家 你可以再對應看看 看起來 第二組大家你們壓力很大 對於這個 這個關係或這個曖昧 曖昧 互動 好 第二組大家 你的潛意識裡會對這關係沒有太大的 樂觀的感覺 就是你會覺得想到就頭很痛或是你很難去信任別人 然後這個關係可能有有碰觸到你過往的傷痛 譬如說對方可能跟你曾經交往過的類型很像 或是你覺得我曾經來過這邊 我曾經到過這個國家 或是我曾經跟這個國家的人談過戀愛等等 就你可能會有這樣子的感覺就是歸類喔 從你過往的檔案資料夾裡面看到 欸我好像我好像有遇過這樣子類型的人 或是我好像曾經有過這樣的感受 所以對第二組的人來講 可能你曾經被欺騙過 或是你曾經遇過一個讓你情緒非常容易上上下下的戀愛對象 或是戀愛的情境 所以你很難去信任 然後你會想要趕快離開 或是你曾經被冷暴力過 所以你會冷暴力的對待這個對象 諸如此類就是可能你覺得有重複發生過往的事件 歷史重演 所以你很很努力的避免歷史重演這件事 那看起來第二組的人 其實你們沒有徹底的療癒完成 就是你們仍然需要時間療癒 需要時間冷靜 所以可能你選擇暫停互動是好的 就大家各自冷靜或療癒 很像第二組的人在關係中 往往是付出比較多 或者很願意付出給予的人 或創造話題 主動聊天的人 那你一直在跟自己 跟自己打架 或是一方面你 這就是你的天性喔 你是一個喜歡付出 或是喜歡用溫暖去 溫暖別人的人喔 你是一個暖男或者溫暖的 女生 暖男男女 總之你很喜歡照顧他人的感受 或者在關係中做很多 或帶動氣氛啊 還是說讓別人心情好等等 可能是精神上的付出 可能是能量上的付出 或者 或者是實質上的付出喔 就你是一個很貼心的人 那你一直在想你要怎麼樣去轉型喔 就是當一個可以恰當付出就好 自己開心 對方也開心的一個狀態 其實你一直在尋找這個平衡 可是 看起來接下來你會想透徹 你會想到最後 你會有一個答案結論是你要怎麼做 那我不太確定你要怎麼做 所以可能你會 你會有所行動 好 只是我現在不確定你的行動是什麼 OK 好 那我們來看 對方的行動是什麼 對方的行動 先來看一下他的想法好了 對第二組大家到底是什麼樣子的目的跟心態 他其實覺得你們兩個在情感方面非常融洽 可以互相分享真實的感受 或者他覺得你可以懂他 然後 他覺得兩個人都有能力去愛或者享受被愛喔 就他想要去愛你 然後也想要被愛 想要被你愛 然後有 願望實現的感覺 所以你可能是他的目中情人 或者兩個人在互相暗戀這種感覺 或互相喜歡 然後很希望可以見面約會或者有相處的時間 希望 但最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如果你們是遠距離的話 那他覺得關係的阻礙是錢 就是他的工作狀況 或者因為他的工作經濟壓力還是什麼 工作很忙等等 他認為最大的原因是他的工作 或他的經濟狀況 或兩個人的經濟狀況 或兩個人的工作 那這段關係看起來他的想法是 他正在慢慢從一個害怕受傷或者受害者角色脫離 或是他曾經覺得 呃之前很害怕 很害怕屈服於這個關係 或者被你馴服 被你 被你爬到頭上 該怎麼講 就是被你吃定他很怕 好那 呃 第一個解釋喔 到目前為止這樣子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他覺得你受傷了 或者 他覺得你溫暖了他的心 兩者都有 好 然後他猶豫不決要不要 因為他正在計劃 有一些行動 這個行動看起來是有一些 付出耶 錢必已久 在這關係中表現出自己的誠意 所以對方可能覺得你受傷了 如果你是女生的話 特別指的是你 那如果說不是女生 關係中沒有女生 指的是最近這個關係的一個狀態 他覺得蠻沮喪的 好 那沒有聯絡的這個狀態 他很希望可以趕快趕快突破 趕快改善 希望可以回到彼此的世界 聖杯6 然後希望不要再就是 大家都在摸黑這樣 或者就是 暗中 譬如說 互相一直在按讚 或互相一直在看對方的 現實動態 但是就是不說話 就如此類 就有可能這樣子的一種狀態 他很希望可以趕快突破這樣的狀態 可是 對方也有一些不自信的 應該怎麼講 就他有點不自信 但看起來他會重拾自信 然後 然後 有所行動 或是這個關係之中有一方 沒有太多的自信 對自己 然後他會做出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是希望這個關係 可以有一個實質的開始 就真的開始 而不是 而不是 網路隨便聊聊天這樣的關係等等 好 那剛才兩個人其實有共識 或者都希望可以有好的發展 突破 那關係會不會有好的發展呢 我來看看喔 在未來一到三個月 其實 是沒有溝通的狀況持續一陣子的 但是 最近有 有奇蹟發生 所以可能是 互相看彼此的現實動態 或臉書 然後按讚之類的 讓人覺得沒有那麼難受 或是 有群組 還是有一些禮貌上的互動啊 還是什麼 那對第二組的人來說 你們會覺得自己付出太多了 或是 你想要更多 你覺得不夠 就是不夠 那 接下來這個狀態 會是 可能會結束 冷戰 或是 這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兩個人都 很確定自己不想要 在那邊拆來拆去 兩個人都不希望拆來拆去 但兩個人都不希望太累 所以兩個人有共識喔 就是 希望繼續發展 然後 希望 是 有 就是有點認真的感覺 但 又不要太累 這兩個人有 會有一個共識 好 看看喔 是什麼樣子的共識呢 看起來兩個人都在刻意的 希望自己在關係中 不要顯 不要 很明顯自己 喜歡對方比較多 所以會 都不希望自己 太主動啊 或是 都把這關係的進展 交給另外一方來處理 或是 不說話的狀況 都希望持續很久 都希望對方主動說話 那 兩個人都會 花一點時間 各自獨處 在未來一到三個月 或已經 這樣子 一陣子了 各自獨處 各自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專屬在自己的世界裡 一陣子 那 這會是一個必經過程 或者說 必經之路喔 成功的必經之路 就大家要想清楚 然後 確定到底要什麼 然後 等到 獨處結束之後 一個人的世界結束之後 就會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或 有所行動 所以不論是你在獨處 還是對方在獨處 或兩個人都在獨處 看起來 這個時間跟空間 是必要的 大家都要想清楚 到底 要不要開始 要不要開始 好 那看起來想清楚 是要開始喔 好 是要開始 後面的牌 那這個關係中的 阻礙是什麼 或 有什麼其他訊息 要給第二組大家呢 看起來這個關係 兩個人都因為認識彼此 而不同 就你會跟以往不同 他也會跟以往不同 或你們已經發現了 就是你們已經有很大的變化 已經不再是以前的貓貓蟲了 而是想要蛻變 想要變成蝴蝶 或我想要變成天鵝 等等 那有某部分的人喔 擬或對方 其中一方 是拒絕 這種改變的 或一直在拉扯 到底要不要 被關係改變了 或到底要不要 結婚呢 可能有一方是 不婚主義者 然後遇到了 這段關係 而想要 而有點動搖了 就 因為你而想結婚 或你因為他而想結婚等等 然後這段關係 就會讓彼此看到真實的自己喔 就可能 你跟對方很像 或對方 覺得你跟他很像 或是 在關係中看到 曾經 自己在戀愛中的盲點 或是自己在戀愛中的一種 角色互換 而會去原諒過往的自己 或過往的戀愛 狀況 好 所以這是一個 互相療癒的關係 或互相 看清楚 看清楚人生 就看清楚自己要什麼樣子的人生選擇的關係 好 那 很有可能朝結婚訂婚 以結婚為前提的方向發展 你們可能在一個 對愛情沒有期待的一個狀況而認識 很有機會 見面相親 約會 你們會是彼此的 soulmate喔 不過你們已經有這樣感覺了 心有靈犀 很好聊 某部分的人可能是在網絡上認識對方的 或者 因為工作認識然後又很聊得來等等 然後 可能 很享受那種 一起出去玩 或是 在共同朋友的一個圈子裡面 互動 或是 IG Instagram Facebook等等 就這種公開的場合 有共同朋友還是什麼 或 共同感興趣的話題 那種互動很融洽很開心 兩個人都很外向或是可以玩在一起喔 好 所以給你的訊息是 你可以對你看看有沒有符合 然後這關係會帶來很多的成長蛻變 一直要注意什麼 我來看看好像沒有要注意什麼 喔 要注意什麼 自戀狂 可能是你或對方要觀察一下 看看自己是不是因為 因為對方沒有辦法滿足自己的需求 而 就沒有辦法再愛他了 或你很難承諾長遠的關係 沒有辦法真正愛他人或愛自己 需要被崇拜 自私 缺乏同理心等等 想一想是自己還是對方喔 如果是自己的話 可能 首先需要療癒自己的 這種心態或是看 觀察自己的心態 是不是沒有照顧到對方的感受 以及 想一想自己為什麼 會有這樣子的 一種心態 自私 或自戀 是在意自己 只顧自己喔 只顧自己開心 呵呵呵 如果有的話 看看是自己還是對方 那如果是對方的話 對方仍然需要時間療癒 或 還正在提升自己的一個狀態之中 所以 如果是你的話 你也需要時間療癒 就過往的傷痛 把你變成了一個自私的人 你會首先注意到自己的需求 或是你曾經 戀愛的對象是一個自戀狂或自私的人 所以 你從愛情中學到你也要照顧好自己 或 過度的照顧自己 而忽略他人的需求等等 或你照顧不了 因為你內心有傷痛 那你需要放開過往 然後重新去愛 用一種新的方式去愛 才會獲得更好的 理想中的戀愛 或是 也許你真正要的是 長遠的戀愛 可是你卻常常 走開 或是 為了保護自己逃跑等等 想一想 你的行為 產生的結果 真的是自己要的嗎 那是的話就OK 若不是的話 看起來需要調整一下自己愛人的方式 自行 每個人都是要自行 每個人都有這樣的一面 好 那看起來第二組 那你們跟對方 都在慢慢提升自己中 或者改善自己的 生活作息 或是生活方式等等 那如果你有停滯感 請避免負面思考 然後確認自己的優勢 自己的價值能力 並且每天為自己設定 可以完成的目標 挑戰 然後每天朝目標前進 你會覺得有一種動力 然後每天只跟自己比較 提升自己很重要 或者 在這繼續斷連的過程中 給自己設定目標很重要 然後避免一直負面思考 暴影暴失 熬夜 還是說有一些壞習慣 酗酒 賭博 電玩 一直瘋狂滑手機 還是幹嘛 疏遠 或用暴力行為 推遠別人 長期逃避 自憐 自殘 自貶 改變自己 取怨他人 等等 或者執著不愛自己的人 如果有這樣子的傾向 或拖延 拖延時間 等等 那請專注當下 就用瑜伽或是 藏傳的冥想技巧 冥想來改善你的 拖延或是壞習慣 可能是指負面思考 可能是指 某些事情成癮 譬如說 賭博電玩 還是瘋狂購物 瘋狂看手機 滑手機 等等 都算喔 看一下有什麼不健康的習慣 趕快改善 以及從那個角度看待 你們的關係 或是看待所有事情 因為我們看到 有時候都是觀點 不是事實喔 對於不喜歡的事物 你可以嘗試改變看法 或改變他 以及請尊重每一個人的不同 然後可以跟這個人 尋找共同點 或盡可能考慮他的處境 如果你願意的話 然後 看起來這個關係 還是可以花時間觀察 相處 看看對方是否適合自己 所謂的適合 就是不用刻意的改變彼此 也不用去期待這個關係 到未來才會變得更好 然後看看兩個人有沒有共同方向 以及對方會努力的讓你感覺到被在意 然後對方讓你覺得自己變有趣 其實 你們蠻契合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然後關係 接下來會進展到下一個階段 以及第二 你們正在開始進展 進入到人生的下一階段 所以可能 這是同時進行的 然後兩個人都在成長 進化療癒 你可以思考一下 你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以及為你 對你來說最重要的事情 抽出時間喔 開始新的興趣愛好啊 學新的事物啊等等 新書啊 或成為一個新的自己啊 換新髮型啊都可以 然而看起來第二組的人 你們有信任問題喔 總是預設最糟的狀況 然後無法原諒 無法放開過往 看起來 原諒會讓你放下很多的重擔 是為了讓自己好過 而不是為了讓別人好過 就不原諒別人也不會 有什麼差別 直到報應來的時候 所以 所以那些時間 或者說所以那些感受都是浪費 都是對你沒有幫助 盡可能的原諒他人的過錯 或者不要因為別人的過錯 懲罰自己 讓自己很難受 你是可以選擇開心 或選擇不開心 然後請嘗試理解 每個人都會犯錯 每個人都是人喔 呵呵 不是神啊 後面的牌 然後對於這個對象 請多多聊聊兩個人的 在關係中的價值觀 對你來講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可以想一想 看起來會有機會溝通 然後你可以向對方提問 或是找出兩個人都滿意的方式 但是 了解兩個人的價值觀 以及想一想自己 要的是什麼 生活方式 結婚生子 忠誠度 信任 宗教信仰 道德觀念等等等等等等 看看兩個人 在價值觀上是否一致喔 好金錢 金錢觀 看起來你們會 朝 穩定交往的方向發展 然後很有可能是複合嗎 還是說錯過戀情 再次 再次 開始 再次 重新開始喔 重新認識彼此 很有機會朝 結婚的方向發展 然後你是可以把握你的人生的 所以請你不用太焦慮 可以用重新 就重新定義你的人生 重新書寫你的人生故事的方式來 給自己一些正面的鼓勵 然後你可以感受到那種 透過寫作來確認自己要什麼 以及吸引力法則 所以看起來最大的問題 結論是 第二組的人好像沒有什麼太多的信心 可能是曾經的傷痛 然後你很難去信任別人 但看起來這個對象你可以花時間 試試看 因為看起來他有療癒你 好看起來很像真愛 那 呃在什麼時候 你們會有溝通或是關係的突破呢 在未來兩天到兩週喔 那恭喜選到第二組大家 希望你們開心幸福 喔還有其他的牌 來看一下對方對於第二組 大家有什麼說不出口的真心話 順便來看一下 因為這是大家最愛的主題 先收一下 先收一下 I know I hurt you I don't want to hurt you again 我知道我有傷到你 我不想要再傷害你 我對我來說 談感情太多壓力了 或工作也有很多壓力 I follow strict rules and have high demands or expectations 我必須要遵循一個很嚴格的規則 或是規定 以及我對我自己有很高的期待跟要求 Status is high priority to me 對我來說社會地位或工作的一個狀態 是生活重心或者說放在第一位 是最重要的 I get my value from my work so I tend to take more than I can handle 因為我從我的工作中能夠獲得我的自我價值的感覺 成就感 所以我會承擔超出負荷的工作量 I don't know how to balance my work and love life 我不知道怎麼樣平衡工作跟愛情 I'm really bad at commitment 我真的不太會承諾或不擅長承諾 I fell in love the moment I saw you 我看到你的那個瞬間我就愛上你了 一見鍾情 I'm always here for you 我會永遠在這邊等你喔 你可以來找我 I'm becoming more curious about you and who you really are 我現在越來越好奇你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喔 Also I feel inspired to learn new skills and read more books 然後你也讓我想要去學更多的新技能 看更多的書 Fearless Taking actions 我會無所畏懼的去 有一些行動 接下來會行動 無所畏懼的行動 Fearless I'm working day by day toward our future and our stability Wanna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 Wanna spend more time with you 我每天都在努力的工作 或者說 朝未來前進 以及想要 為我們共同的未來 我希望可以越來越穩定 也希望可以跟你有更多時間相處 Follow with my heart to take action 接下來我會跟隨我的內心 採取行動 I'm willing to try and see what I can learn as long as I have you by my side 我願意去嘗試個什麼樣的新事物 或者看我可以學到什麼 只要你在我身邊我就願意去努力去學習去嘗試 I'm starting to feel I'm starting to find balance between my financial and emotional life 我正在努力的尋找一個平衡喔 工作跟 感情 工作跟感情之間的平衡 好 那這就是給選到的第二組 大家看你今天解拍 非常感謝你的耐心觀看 如果可以的話請幫我訂閱按讚 也感謝所有已經訂閱按讚的大家 那如果你有任何願望 想要嘗試看看念經許願的方式 的話 我們抽一支金錢 我們抽到的是 普賢行願品 普賢恨願品 大家可以嘗試讀送看看喔 我會把普賢行願品的連結貼在 時間軸那邊可以跟著影片讀送 不會非常長 你可以每天讀送喔 每天回向 每天許願喔 經過那回向之後 許願的力量很大 你可以回向 在念完之後自己默念喔 我回向法界 簡單來講是這樣 或 我回向法界 將今天 今天念經驗功德 回向法界 回向所有三二道眾生 我的歷代主 一些月經債主 或者我遇到什麼樣子的困境 什麼樣子的狀況 希望可以獲得圓滿的解決 然後再回向 等等 之後你可以許願祈求 家人身體健康 工作愛情 學業順利 或什麼樣子的狀況 獲得解決等等 那就祝福第二組 大家希望你們心願皆成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掰掰 第三組大家 請對應看看你聽到的所有內容 如果完全都不符合 請參考第二組 或第一組的解排 先來看一下 你跟心裡所想的這個對象 現在的一個關係 狀態為何 你可以對應看看 看起來好像 你們在剛開始認識的一個階段 或是關係好不容易有 有點融洽的互動啊 還是什麼相處 可是對第三組的人來說 你會覺得對方可能是一個 渣男渣女 或你很害怕被欺騙 你很難信任這個人 可能有發生一些事情 也有可能指的是 你覺得他是一個很狡詐的人 你很難去信任這個人 但看起來你們 仍然會 有一些互動 或 在接下來 如果其中一方正在出差 還是什麼的話 可能會因為回家 或是 結束工作 而有一些互動 好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 單純指的是你們 可能會繼續回到彼此的世界 會重新恢復聯絡 talking again 好 那對第三組的人來說 你們可能有 覺得這個對象 有點在避開你 或是你在避開他 要看看是誰在故意冷淡或疏遠 那疏遠的原因是信任問題 好 可能有發生一些事情 讓你很難信任 也有可能指的是 對看起來是你很難信任他 好第三組的大家 你們 你們一開始覺得對方是天生一對 但是突然間發生一件事情 你覺得你沒辦法信任這個人 所以可能是 他有什麼異性 還是同性好友啊 還是什麼類似這種事情 或前任啊 被你看到啊 還是什麼他有在跟別人說話 還是幹嘛 等等 總之你會覺得說 那這個人可能不可信任 然後關係進展太快 或你好像太快 相信他還是什麼 所以你會覺得他 有可能說謊或很可疑 一方面你又覺得他 是你的夢中情人等等喔 就是很喜歡的對象 各方面都非常喜歡 然後又對他有非常多的期待 所以 看起來你好像 在一個放棄狀態 或你即將放棄喔 第三組的人 對忍痛放棄 發生一件事情 讓你覺得你沒有辦法相信這個人 好 那 嗯 看起來 可能是他沒有放下前任 有前任的問題 也有可能是指你們 之間 如果你們是彼此的前任的話 只是你們之前發生過一些事情 對你想到過往的事情 或看到一些跡象 你覺得他 實在是很難讓你信任 你沒有辦法 釋懷 或是你曾經有經歷過 被欺騙 被分手 還是就是被被劈腿 還是幹嘛 類似的事件 讓你覺得 你不想要輕易相信別人 這樣 好 那我們來看對方的想法 以及這個關係接下來的發展 對方對於第三組大家的想法 好 他覺得你們兩個是心有靈犀耶 然後覺得自己可以去愛耶 也想要被你愛 好 就是一種非常享受兩個人的互動 但是同時也覺得說 如果兩個人的關係 有可能有危險 或是 自己會陷入一個 情緒很低落的關係的話 就如果說你的情緒不穩 如果會遇到情緒不穩的對象 或 讓自己心情不好的一個狀態 譬如說冷暴力冷戰 很多天很久好幾個禮拜 他的想法是他不想要這樣子的關係 或他不想要陷入一個情緒被綁架 或 痛苦的關係 這是他的想法 他不想要再被傷害 這是對方的想法 然後對於這個關係 他有一點猶豫不決 所以你們兩個 有一點像 他有一點不太確認你能不能信任 或這個關係能不能夠信任 同時他覺得 他實在是很難做出選擇 如果說他有兩個對象 或他跟前任仍然在 一個沒有徹底結束的狀態的話 他不太確定他到底該怎麼選擇 那看起來他是會選擇 跟你繼續發展下去 或是承諾 好兩種解釋 第一個解釋是跟前任或還有別人 所以很難選擇 那第二個解釋是 他不知道該怎麼選擇 應不應該跟你繼續發展下去 應不應該在一起 應不應該承諾 承諾這段關係 跟你之間的關係 那看起來他會選擇承諾 會選擇付出 在他經過一番思考之後 好 那這個關係 雖然現在是在一個最難熬的狀態 好像一個小問題 或一個爭執 還是 重複發生 或者 一直都沒有解決 那未來 兩個人會因為 害怕失去 或因為焦慮 因為睡不好 而 有溝通 那這個溝通看起來偏向是 指 不太確定是誰 但比較像是他 比較像是對方會 有所行動 或者有所 展現自己的誠意這樣 好 那這段關係在未來一到三個月 看起來會從一個 緩慢進展的狀態慢慢越來越快 兩個人是有所共識的 雖然 可能 對方 看起來像是對方 對方可能不是一個很熱情的人 或是 對方 是一個 第一個解釋 對方不是一個很浪漫的人 他就是那種 愛你在心口難開的人 所以 他會慢慢慢慢慢慢展現出熱情 或是 表達自己的在意 說一些話 看起來是他想清楚了 才會有所行動 他是這樣個性的人 好 那另外一個解釋是 原本兩個人緩慢進展中 但突然間 第三組大家 你們 因為你的往後退 對方也有所反省 然後在這個期間 兩個人都有確定自己 喜歡對方 或想要繼續 然後對方看起來會有所行動 或是關係中的男生 好 看起來會很快有所突破 很快有所突破 那為什麼會突破呢 因為兩個人都在意對方 有愛 愛最大這樣 好 那大概未來三天到三個星期 你們的這個狀況 會有所解決 或是有一個溝通 有一個 關係的轉變 好緊張喔 好 那有什麼其他的訊息 要可以選到 第三組的大家呢 是說第三組的大家 你們 可能會因為曾經受過傷 還是對方 曾經受過傷 曾經被欺騙過 很難去信任別人 可能是你 可能是對方 所以會很快走開 想要趕快走開 可能是你 可能是他 那其實這個關係 仍然可以再觀察看看喔 就不要再 如果你們 剛認識 剛認識 或還不了解 太多的時候 就下定論 因為 也許不是你想的這樣 然後看起來你們很有機會 是彼此的 正緣或認真的關係 對方很希望可以花時間跟你相處 約會 見面 也沒有再考慮別人 然後想要長遠的發展下去 如果你在這個關係中 可以做真實的自己 然後你們之間的關係 有讓你變得更自信 我覺得仍然可以再 再試試看 再花時間相處觀察 看看對方是不是一個 適合自己的好的人 好 然後 請避免去想要改變他 或糾正他 看起來他沒有太大的問題 我們只需要專注在自己身上 有時候 避免交往過正 或者認為很多事情的對錯很重要 請避免太在意對錯 就 盡量原諒他人 因為原諒他人 能夠讓自己輕鬆 如果他要犯什麼錯的話 好 那 其實你們兩個都很希望可以在一起 或有一個好的溝通 那在溝通的時候 請避免提到舊傷或翻舊帳 嘗試去互相了解彼此的立場 想法 再表達你真實的想法 然後再解釋給對方聽的時候 請避免 讓對方覺得你在找麻煩 溝通的時候需要注意 想一想對方接收到的會是什麼樣子的感受 你聽到這樣子的話 你的感覺是什麼 就換位思考 然後對於這個關係 不用太快做決定 你仍然可以再給彼此多一點時間 慢慢整理清楚再說 然後請先愛你自己 專注在自己身上就要變美啊 或是學習新事物啊 運動啊 讓自己更健康啊 讓自己更開心 這些事情 會讓你的能量越來越好 那看起來比較像是對方會有所行動 所以 在你想清楚之前 你避免 有衝動的行為會比較好 或者說太快去罵他 如果第三組的大家會這樣 看起來應該是不會啦 好 後面的牌 那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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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什么样子的困境 你可以跟你的信仰求助 不管是基督教也好 佛教也好 或其他宗教 你都可以跟你的 神圣的精神导师连结 跟你的 上帝菩萨神明佛连结 你们之间是一种纯粹的爱 很有可能是老伴 人生伴侣 然后对方有一个成熟的内在 或第三主人还有成熟的内在 爱情很快到来 可能对方是外国人吗 或两个人有一点文化差异 好 这是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爱情即将到来 恭喜选到第三组的大家 好我们来看看对方对第三组 大家有什么说不出口的真心话 No other compares to you 没有人比得上你 没有人可以跟你比 I am afraid for getting too serious I was hurt before 我很害怕太认真 因为我之前有受过伤 I want to take care of you the way you've always taken care of me 我也想要像你之前那样照顾我 一样照顾你 I am ready to take a leap and jump into unknown 我已经准备好要跳尽未知了 for the first time of my life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么大胆 去爱 I have a habit of deceiving lying and wearing a mask 我习惯说谎 隐藏这时的想法 或我戴着面具生活 it's hard for me to believe that someone would like me for who I really am 对我来说我很难相信 别人会真的喜欢 真实的我 所以他可能有假装自己 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 或假装自己过得很好 I am working on myself each day so I can come back to you 我正在努力的提升自己 这样我才能够回来找你 这样我才有自信回来找你 I feel grounded in my emotions and I want to hold you I am here for you 我现在在一个情绪之中 然后我很想要拥抱你 我会在这里等你哦 在这里等你联络我 I hurt myself by letting you go 让你走 我觉得我伤到我自己了 欺伤全 Since I met you My mind has expanded to new ways of thinking 自从认识你 我的大脑有被开发 就是有一种新的思考事情的方式 Enhancing my brain power 你让我的大脑变得就是扩 扩 应该怎么讲 扩大了我的脑容量 或者说让我脑洞大开 让我变聪明 有创意 I was 就让我 该怎么讲 看到新的世界了 I was betrayed so many times in the past that I prefer to end things before they even start to to avoid pain 我之前被判伤害太多次 所以我现在宁可先结束事情 这样就不用承受痛苦 我没有开始就没有痛苦 All my life I was trying to feel a void inside me by doing more 我一辈子都在努力的想要填补内心的空虚 从做很多事情或者说过度工作 But now I realize that it's time to moving forward to the next stage of my life 但我现在意识到是时候要朝下一个阶段的人生前进了 Unconditional love I want you to be happy 我对你是无条件的爱 我希望你快乐就好 不管跟我在一起或我不在一起 Despite it all I cherish all of the time spent together 不论如何我都非常珍惜跟你相处的时光 I'm thinking of new ways to bring peace and harmony between us 我正在想有什么新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之间更融洽和平相处 那这就是可以选到第三组 大家拟金解牌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订阅按赞 也感谢所有已经订阅按赞的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留言跟超级感谢 感谢大家 那如果有任何愿望 想要尝试看看念经许愿的方式的话 我们抽到的是大悲咒 你可以每天读诵大悲咒 在念完之后进行大回响 回响法界 可以自己默念我念完之后 我念经许功德 念大悲咒功德回响法界 简单来讲是这样 你可以后续再做更多的回响 回响三恶道众生 回响你的历代祖先冤亲债祖 或者你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 然后之后可以许愿 祈求家人身体健康 工作爱情学业顺利 或什么样子的状况解决 什么样子的愿望达成等等 那就祝福选到第三卓大家 可以祈求在多久之内达成 你可以每天念大悲咒 每天回响 每天许愿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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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